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胖 你看这个老头多可怜呢 是啊 听说她都五十多岁了 还没逞过家呢 家里还有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母亲 全靠她收费品维持生活呢 这什么时候她能把她老母亲的医药费凑够啊 太可怜了 白秘书 一会儿你把咱们公司没用的废纸箱都给这位大爷拿过来吧 好 那里走 快去找她 人呢 哎呀 不知道呀 有可能我早走了吧 哎呀 老板 你们是找这个吧 对对对 大爷 您是一直在这儿等我们吗 是的 老板 老板 这里面有好多的钱 还有一份合同 连电话号码都没有 我想这个对你们很重要 你拿走吧 大爷 这些钱您拿着 不不不 老板 这钱我不能要 你们的钱不是大横刮来的 我不能要 大爷 您这样 这两千块钱您一定要拿着 今天真的太感谢您了 好 老板 但是你得给我留一个电话号码 我有钱了 我一定会还给你 行 大爷 这样 老板 你去车上把咱们的礼品拿下来 好 那里走 好了 大爷 李总 给 大爷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您务必要收着 不不不 我不能要 你已经改了这么多钱了 大爷 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 您一定要收下 老板 把这三百万的支票和合同 务必要收好 好的 李总 李总 这里边的钱呢 我全给刚才那位大爷了 小白 刚才那个大爷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意外地捡到了这个盒子 而且里边还有这么多现金 如果工作是你 你能进得起这个诱惑吗 李总 说实话 我做不到 只有心存善念的人才会有好的回报 知道吧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通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